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和小鹿一起共进晚餐 那么这个公园叫Omega Park 它在沃沃华的边上 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园 里面有一些小木屋你可以预定 就像我们住的酒店一样 你可以预定个一到两个晚上 然后和动物们亲密接触 小鹿是散养的 它会随时的到你的餐桌 在你家门口来问你要吃的 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很多很多的胡萝卜 至少20磅以上 如果你有孩子 我强烈的建议你去住一个晚上 你可以让孩子们和小动物们 非常近距的接触一下 然后这些小鹿非常的温顺 它也不会攻击人 只要准备好胡萝卜就可以了 除了可以和动物们亲密接触以外呢 它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还有几个湖泊 大家看这是一个小的湖泊 这是可以在餐厅里面 你可以看到到的风景 这个餐厅底下是有狼群的 那么你可以既享受美味的早餐 也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还可以欣赏狼群在底下狂跑 它的早餐厅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它的早餐非常的丰富 大家可以任意选择 而且是免费的 如果你预定了一个小木屋的话 它是免费赠送早餐的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这个野生动物园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动物 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我们那20磅的胡萝卜到底是给谁吃掉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真正的野生动物园的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我们是要开车进去的 不能下车的 然后在车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 然后呢你也可以喂它们 喂我们的胡萝卜给它吃 然后有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就像这种野猪 然后这个是一个鹿 你看这个鹿很漂亮 它就在你边上等着你喂胡萝卜 而且它们都不认身 然后直接是绷到你的车门口来敲你的车窗 然后问你要吃的 我这一路上排的最多的是鹿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些熊 那种大黑熊 还有一些狼群 然后还有就像犀牛 还有马 像狐狸山羊都有的 那么如果大家特别喜欢动物呢 记得提前预订这个酒店 因为真的很不容易订到 然后要提前个半年到一年之间去预订 我建议大家在九月份或者是十月份去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风景也是非常的好看 好吧 今天的野生动物园我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如果想去的话 记得提前预订 以上就是小豆瓜妈妈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别忘记的给我点赞 订阅加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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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